网购生存 在这个世界里不会倒落任何的物资 每身实际就能够获得网购电脑 这么多知道 网购物品或自动进入背包 我只要手起倒落大山四方 左手一刀一只羊 右手一刀一头牛 神党刷神佛党刷佛 然后我就深刻实际开启网购模式 没想到表妹还是含内王家嘛 一天内打败时空换一只事可以实现了 嗨 搜索新款游戏机确定购买 哇塞 没想到网购是真的 能在双层玩游戏机过过瘾 我果真是不能够对你抱太大的希望 没打败时空幻影 我们网购的物品是需要常载的 我就是虚空买小儿客 你看这周围的小鹿 随随便便打打又是生意劫 先知道你又会买什么 还是自己靠谱一些 等打败时空了听说呗 我是那种只顾玩的啦 你看我这不就买了个包炸构 这包炸构好厉害啊 神秘开外寸藏不上 你就不能够动动脑 肯定买个神器啊 过来 买个手套笑死虚空吗 这是灭霸手套 我一个想指整个世界都会颤抖 前面的小鹿别跑 出我一击 怎么没用啊 我再打个小牛试试看 也不行 咋回事啊 灭霸手套 你不会买个假货了吧 我也试试 快追 好家伙 这包炸构包炸效果做得那么好 怎么连小鹿的毛都没拿上 等等 不会我的游戏机也是假货吧 好家伙 游戏机也没法开机 这网购不科普啊 时空这是变法在敲架我们呢 我再买个法杖试试 我 大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怎么都这样啊 买个烟花都不太厉害 光有烟花没有杀伤力 连小草都点不着 这算什么法杖吗 等等 我好像有头绪了 我们买的东西都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 当然只能买到仿造的假货 要是我买这个东西拥有的东西呢 比如 玩呢 行 不要笑玩物了 我们只能买这个世界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那麻烦了 满世界生物让我们斩杀了大半 不能够再浪费网购的机会了 那怎么办 接下来每一次网购都很关键 要不然只能空缠条再去过快瘾了 呸呸呸 我都已经想到对策了 现在我也给网购的机会了 这一次我决定买蜂巢 你说玩人干啥 要是你独狗欧了想吃蜂蜜吗 不不不 这蜂巢里面有啥 不小蜜蜂啊 而且巨多小蜜蜂 我们可以用蜜蜂来刷等级 这不一下子就刷上去了 哇 平心你还挺聪明 我都没想到这个boss 刷多点购物机会 我们买过机买装备 帮我们全服装起来 a few inches later 这次我们能不能打开虚空 亏你还记得打虚空 我以为你玩盗版游戏机都给网网寄了 呦呦 可以啊 准备迎战 这虚空大傻子应该没体验过玩够的快乐 甚至想不明白我们到底怎么就收集到了这么多的装备 你瞧的傻乎乎呆的 傻西瓜快点去试试玩够吧 要不然你就落后了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就跑这么快 看来咱们这次的网购物品全都是虚空欢迎买单了 下次有这种好事还叫我啊